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那萌啊 sorry 五指了 五指了 你好 这大棒呀 坐坐坐坐 第一次相亲是吧 对 看你有点紧张啊 是 别紧张啊 我跟你说 我对相亲很有经验 真的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相七百多次勤 哎 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姓黄 红绿灯的那个黄 你就叫我阿福吧 阿福 哎 哎 我听说那个 你是一个博士啊 啊 对 我是博士毕业 啊 啥是博士 博士就是一种学历 啊 学历 那啥是学历呢 哈哈哈 那个 要不我们就先聊点别的吧 聊啥都行 听你的 你看阿福啊 一年三百六 哈哈 不好意思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相了七百多次勤 难道一次都没成过 不准确 我这么跟你讲吧 我从绩效毕业到现在 不光是相亲 干啥事都没成过呀 厉不厉害 厉不厉害 哎 我的老天爷爷呀 干啥事都没成过呀 还问我厉不厉害 感觉像像我炫耀似的呢 反正第一次来 再聊几句吧 那個 你看啊 呃 你平时都在忙些什么呢 IT 呀 看不出来 搞计算机的 嗯 爱踢 天天爱我爸踢 今天出门啊 就被他给踢出来的 那老头那弹簧嘴老烈了 你过门表现不好 你老公公还得踢你呢 哎呦我天哪 太暴力了 那个那那你除了这个IT 你还忙些别的吗 呆着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呆着 那你光呆着怎么养婚你自己呢 吃家里嘛是 啃老 哎呦我这个老天爷爷呀 吃家里的啃老 你要不要点脸呢你呀 啊 你用现在的话说 叫午夜清免 在以前 你是不是就叫拜家子 是不是叫拜家子 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我赶紧把他打得走得了 那个 施明啊 你看 咱俩 在一起 已经认识了 我看一分半了 你有没有什么对我想说的 没太有 那我对你说两句啊 你说吧 我爱你 你说啥 我爱你啊 没听明白吗 我爱你 我俩才 不是 我俩认识一分半了 时间不短了 我之前跟我接触那700多个 没一个兼职到30秒的 我觉得咱俩挺合适 也算王八丑绿豆对上眼了 你感觉我这个绿豆怎么样 老话说的好 行就行 不行拉倒 赶紧给个痛快话 咱俩好一起回家带着去 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用失恋喽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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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哈 那个 冒昧的问一下 你手里拿的那个是手机吗 哈哈哈 啊 手机 哼 说句不炫耀的话啊 我爸也有一个 哈哈哈 我这么跟你说 我爸跟我说了 等我到30岁过生日的时候 也给我买一个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咋就不想着自己挣钱买一个呢 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 三个二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呀 那什么 等一会儿啊 施明我先有点事 爸呀 我手机呢 爸 这都傻人呢 喂 婚礼公司 我是蒋施明 不是 我是蒋施萌 你能给我介绍的傻人呢 再看他一会儿我都施明了 你你你给我介绍一个吧 知书达理一点的 哎 有家教又很 啥 贵族 贵族行啊 来吧 啊 好再见 哎 哎 是吗 哇哦 阿古的A 阿古的B 阿古的C 阿古的D 啊 你干嘛 啊 啊 不好意思 我的中文不是很好 啊 我们能讲英文嘛 Can you speak English English Yes I do Yes I do I used to live in London So I do speak English Nice to meet you OK 既然你英文这么好 我们就讲哈语嘛 坐 呃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 摩罕摩特阿布都拉铁蛋 哈哈 我是沙特的王子 是个贵族 刚才不好意思 我特别的鲁莽 因为石萌 你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在我的老家有句老话 叫做 屁股大好省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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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第一次见面 我从家里带了一些图特产 希望你能喜欢 哎呦我的老天爷爷呀 你是个王子 不愧是贵族 都懂礼貌 初次见面就给我带礼物 哈哈哈哈 谁不知道 他们家乡的土特产 不是石油 黄金就是珠宝 看你小河 不是石油 不是黄金就是珠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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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請問这是什么呀 鱼肉搭饼 真铁西 在路边买的吧 耶 那个 莫哈莫德阿布多勒铁蛋啊 我问你一下 你为什么来中国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我呢特别喜欢看你们中国的电视剧 我觉得中国的姑娘都宛睿得漂亮 你是哪个人 那个我们就先聊点别的吧 OKOK 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爱好 我唯一的爱好就是花钱 这个不行 我这个人啊比较节俭 勤俭之家 你说这个油眼酱素茶一分是一分的 我希望如果有一天我们在一起了之后 你可以尽量的低调一点 低调 对 梁哥 给你个金截子花 怎么今天就给金截子呢 这要放在平时 我就送连哥一辆跑车 为了你 我愿意学会低调 太低调了 石萌 你待会儿有事吗 没事啊 那咱们去领证吧 我们才认识多长时间就领证啊 会不会有点太唐突了 哦一点都不唐突 因为我和萨尔在结婚之前 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 萨尔 你结过婚呢 石萌 我忘记和你说了 萨尔是我的三老婆 我一共有五个老婆 石萌 如果你嫁到我们家 你就是我的刘老婆 我可以叫你刘 破了 哎呀 我那个老天爷爷呀 这地球还容不下他了呢 你有老婆 你来找我来干啥呀 还管我叫六 plus 我托子你 我觉得 跟他不合适 我赶紧把他整走得了 哇哦 石萌 见到你真的是好紧张 我都开始冒虚汗了 你考虑的怎么样 我考虑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 哇哦 就是说你拒绝了我 对 好吧 那我就走了 待会试电办了 赵大叔该没热水了 对 喂 萨尔 不要太想我 我马上就回家 阿咕了A 阿咕了B 阿咕了CC 阿咕了D 什么人呢这是 喂 关键公司 我现在不求别的 你能不能给我介绍 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 对 适合我的 谢谢 再见 好 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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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问 你刚才找什么呢 我手套找不着了 我找找手套 没事 没事我有就行 走走走走走 你又不行 你又我没有啊 我有就行 我有就行 感兴趣 感兴趣 不瞒你说啊 刚才我一看见你 我就觉得咱们俩特别合 哎呦我那个老天爷爷呀 能不合吗 看见身材就合呀 这个大胖小子 多招人戏狠的 长得跟大白似的 不过 你不能再胖了啊 再胖就变成米其林了 我觉得我俩挺合适 我再深入接触一下 我觉得咱俩也挺合 是吧 你说人活着一辈子 什么最重要 婚姻 错 健康最重要 你看我胖啊 但是我很健康 所以我就很快乐吗 是大哥 一看你就特别健康 哎呀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啊 我呢叫蒋诗蒙 今年29岁 29不晚 啥不晚 就都不晚 你别管他 你接着说 接着说 我的有车有房 一个月能挣七千多块钱 七千 够了 啥够了 就是够了 你别管他 你接着说你 我就想 我介绍的差不多了 你说说你自己 大伯 你要说到我呀 我从个人代理做到区域代理 我也带过不少人 我带的人基本也都买车买房了 哎呀 他手底下人都有车有房了 他的脚尖也不错 跟我特别合 就他了啊 但是你跟我 你得学会吃苦啊 你吃得了苦 你才想得了腹 我明白 大哥 我都想好了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以后我就服上服髓 那倒不用啊 就我们这就一条 服从上级 哎呀 家里你整的领导风范干啥 我明白 啥事咱都得慢慢接触 慢慢了解 你说的太对了 现在这一条 好多年轻人都参不透啊 你做什么事 你都不能着急 你得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的 你才能成为魔鬼的爪牙 你最后才成为广场舞蹈妈妈 然后再哈哈一哈哈 这么呢 你先上三箱货 我算你三百一箱 然后那个咱们的口号是 吃皮兽减肥药 减肥瘦身 妙妙妙 你到时候你跟别的代理 到时候有点消瘦的 啥减肥药啊 吃皮兽啊 不好意思了 你自己上的货自己吃 没人笑过你 不好意思了你 但是你是买减肥药的啊 不不像吗 不太像 你怎么跟你领导说话呢 你在这 大哥你今天到底是来干啥的 我今 你不说我可能都忘了 我找手套啊 在这呢 忘了西服有兜了 大哥你不是来相亲的 我心爱的花手套 我媳妇给我买的 我相什么亲的 好不好看 大哥你这整的 这叫啥事啊你啊 我看你的状态不对啊 你这是要临阵退死我 这可不是咱们团队的精神 你把这个先给我啊 这么的 你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一张名片 记得加我微信 微信名叫追风少年 再见 把媳妇啊 手套找着了啊 我只是想谈个恋爱 什么事 这帮我 这帮我 哎呆 谢谢大家